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比 全都好吗 对 只有一小一件事 哈佛还没有出席 她父母还不知道我们一起去 她也一口答应了 至于另外一个女主角 则是找来绝地救援的麦坎西·戴维斯饰演 加上丹里维让电影幽默当中 真实的描写想爱却不敢说的忐忑心情 也让人看到克里斯丁不一样的一面 同样也是充满温情的电影 确实有真实故事改编 搭上耶诞风潮的再见街猫Bob 猫奴可千万不能错过了 接猫Bob跟詹姆是已经成为家人了 但是在充满团聚气氛的耶诞节前夕 他们将面临被动保协会拆散的危机 詹姆士要努力地让Bob继续留在自己身边 好 有用宠物的人都知道 其实宠物的魔力真的很神奇 冥冥之中也让詹姆士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同名小说在全球卖破千万册 同时也是2016年遇见接猫Bob的续集 招来原班人马演出 只不过很遗憾的是 14岁的Bob在今年6月因为出车祸意外离世 让好多人觉得很伤心 如果想要回顾可爱Bob的身影 不妨进电影院支持一下这部电影了 至于下一部也是很温馨感人的电影 热血合唱团 是刘德华监制主演的最新作品 这一次他是第一次担任指挥家 要带领一群迷失的孩童找回方向 提气暴躁的学生床下大祸了 校长愿意给他最后机会 要他参加热血合唱团的试验计划 刘德华的任务就是要训练这些问题学生去比赛 还要拿下好成绩 对外界来说这简直是比冬天还要难的任务 好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今年刘德华没有办法来台湾 跟观众分享拍片的心得 不过他也写了一封信给观众 要大家无论遭遇什么样的事 都要把自己的声音大声地唱出来 看了这么多温情的电影 最近也有动作片上映了 女打仔蜜拉乔蛙维奇 这一次又要勇敢对抗外形生物 PSM 观看预告片就觉得好过瘾 这是根据热门电玩游戏改编的电影《魔物猎人》 剧情描述在人类居住的世界背后 有一个充满危险强大的魔物世界 那蜜拉乔娃维奇一伙人进入这个神秘的时空 企图寻找返家之路 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一个可以在蛮荒之地生存的神秘猎人 这个角色就是找来东尼家饰演 两个人也擦出了不同的火花 《魔物猎人》系列游戏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在全球热卖了16年一共卖出超过6000万份的游戏 导演保罗·安德森同时也是蜜拉乔娃维奇的先生 替老婆精心策划了整部电影 那最后结局如何 当然是得进戏院看才知道了 最后还要预告一下 本周上映《亲爱的杀手》是一部国片 找来新生代空灵女神邱思琴 以及曾经入围金马男配角的镇仁硕主演 当一个身杖人士跟沉默少女相遇 两个有悲伤际遇的人展开恋爱 却发现这个少女背后还有着不寻常的关系 年纪只有22岁的邱思琴 曾经演过《飞鱼高少生》 《独家保镖》这些电视剧 还在电影《临北小五》里面首度担纲女主角 这一次有非常大尺度的演出 心境如何 拍片过程中又有哪些甘苦谈呢 下周我们还会有演员跟导演的专访 记得持续锁定陪你聊电影啦 好 我们下次见 拜拜 볶con 않아요 在写过啊 好 我们下次见